譬如说,我们听得比较多,BP或者雪佛龙 你会觉得哪一种做一个中期的部署会是一个比较值得吸纳的呢? 如果一般来说,大家看差价 就是真的想炒价 就会特别想找一些与业癌有关的那些 那些就不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范围 但是我自己都觉得如果中长期部署 如果你想要对油价敏感度高一点,可能是舒佛龙 CVX 会比较好一点 至于CVX 至于油价上会比较敏感一点 当然,敏感度不是中海油的级数 如果认真说,因为美国是不多这些 就是这类的 至于刚才Wendy说的XOM 我觉得阿一森美孚都可以的 因为整体上下有Integrate 你本身是买一间公司 油价是辅助的 本身公司是好的 用这个方法来做 原来的 有趣的 按摩